大家好,我是无星,最近我们购了一款高颜值的无线键盘,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当然一款键盘光好看是不够的,这款键盘也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2.4G的无线系列键盘 这时候可能长得像无焰祖的就要问了,不都是无线,2.4G和蓝牙有啥区别? 别急,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带大家了解一下2.4G和蓝牙的区别 本期出镜的键盘依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IKBC 为什么会选IKBC呢?其实很简单,之前的节目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了 IKBC有一点做得非常好,那就是他们家的键盘在同价位绝对是最白最嫩的 呸,绝对是颜值没得挑的 就拿我们手上这台W200来说,机身通体全是白色 不仅键盘,外壳,支架,甚至连脚垫都做上了白色 IKBC的logo也巧妙地隐藏在了空格件上 正面侧面都没有任何logo 对于我这种追求简洁的人真的太舒服了 打开电源仓,天呐,竟然连电池都做成了白色 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自己装上去的自媒电池 就是随机附赠的电池也是白色了,那就真的是完美了 和市面上大多数采用蓝牙的无线键盘不同 W200是为数不多采用2.4G的无线键盘 其实蓝牙的工作频段也在2.4G 由于协议不同,所以说就被格外拎了出来 今天不做生用探讨 2.4G相较蓝牙的好处就是极差极用 不用考虑蓝牙的兼容性 也可以开机就直接进入BIOS 这点可能对于很多装苹果,Windows,双系统的人是刚需啊 同时2.4G的带宽也要高于蓝牙的带宽 像蓝牙4.0传输速度只有1Mbps 而2.4G传输速度直接翻倍可以达到2Mbps 带宽的提升带来的就是延迟,传输距离等无线性能的提升 所以用W200来玩游戏可以做的很低的颜值,至少我的水平是感受不到的 还有一点就是2.4G的电量消耗非常低,可以轻松做到几个月以上的续航 W200根据官方介绍,两节7号电池每天4小时使用时长 续航可以达到6个月,这点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2.4G的无线键盘需要额外的适配器 对接口比较稀缺的笔记本用户可能不如蓝牙来的方便 还有一点就是一旦适配器丢失就比较麻烦了 可能是考虑到这点,W200的接收器不用的时候可以收纳在电池舱里 这点还是很好的 我想吐槽一点就是这个电池舱非常难扣开 不用点东西还真不好打开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啊 补充一点啊 W200采用的是2.4G的单模设计 并不支持蓝牙和有线模式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在乎这点 W200的包装非常简单 牛皮纸的包装盒里面除了键盘主体外就只有一个拔电器 没有附赠额外的替换键帽有点遗憾 之前的C系列是附赠红蓝键帽的 当然也可能是追求白色追求到底了 不过我的C104偶尔换上红色键帽也挺精神的 我们买的是红轴 京东尔只有红茶这两个轴有点迷 天猫多了轻轴和静益红轴 手感上依旧是cherry经典的红轴手感 打起来非常轻快 除了空格键的声音有点大 其他都还好 很适合办公 几个大件采用了微星轴的设计稍有一点肉 不过不仔细感受一般感受不出来 使用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快速打字的时候出现了好几次连击现象 我遇到了不下五次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买过这把键盘的弹幕评论可以交流一下 W200的键帽采用了PVP的雷雕工艺 键帽的做工很好 水口全部隐藏在了键帽的底部 之前的C系列的水口是在顶部的 做工上有进步 两段式的脚撑阻力很好 不未存在滑动的现象 只不过撑起来之后还是比较高的 建议配一个掌托 键盘功能方面就比较少了 支持FN的功能按键 比如音量的加减 静音和计算器等 其实用了这么多功能按键 我最喜欢的音量调节 除了旋钮之外 就是我那个打了油的雷波上的音量按键 不用额外多按一个FN就可以实现音量加减 除了爽就爽 总结 IKBCW200给我使用中带来的最大便利 就是无线本身 少了线材束缚后 键盘可以随意放 中面的整洁度也提升了不少 W200本身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使用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赏心悦目的 2.4G带来性能上的提升 至少以我的水平已经感受不到延迟了 6个月的续航也长的恐怖 但不支持有线模式 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困扰 除了使用中出现几次连接线外 我对这款键盘整体的感受还是很好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视频的话 希望各位给个素质三连 我是吴欣 我们下期再见 插个小广告 最近我们店铺上新了撞色骑士一代的升级款 在原来的基础上将按键做了小小的改变 颜色的碰撞让骑士更加出色 再搭配上自由组合的按键 整体更有辨识度 喜欢的同学可以今天看看 这? 大家刚そして看起来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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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